回归以来 香港创科发展成绩斐然 在中央政府的支持及特区政府的大力推动下 16所国家重点实验室 28所与世界级科研机构合作的实验室相继成立 香港正朝着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的目标 稳步迈进 位于沙田的香港科学园 是香港建立世界级创科中心的核心载体 中国移动香港有限公司便是注入其中的一员 中国移动香港有限公司董事兼行政董裁李帆锋 对中心社记者表示 近年 他们紧抓十四五规划的时代机遇 积极在香港科学园设立的5G实验室 为境内外科技通讯企业提供了测试及培训服务 现在我就身处香港的科学园 大家看那边我们在中国移动的香港公司 就在2019年成立了联创家香港5G开放实验室 其实这个实验室的主要目的 希望提供一个5G的测试环境 和技术支援和培训基地 给我们香港一个创科公司发展5G的应用 其实我们中国移动在全球布置了28间 我们的联创家开放实验室 位于香港科学园正门的光大香港创新中心 是香港首个由中企与香港科学园合作的 及企业孵化与企业加速成长为一体的非牟利项目 目前我们在这个区域的话 就是我们的光大香港中心中心的孵化器 那这个孵化器的话有630平米 现在的话有入驻5家企业 然后基本上都是硬科技类的公司 有5G通讯技术的 然后有半导体的 然后也有机器人的 然后还有一些云服务的公司 那我们这里的话 现在整个最大的容量的话是8家企业 然后不超过56个人 记者在现场看见 创新中心内有大面积的开放式公共空间 共初创公司交流 也有几个小型封闭式办公室 为部分有技术机密性的公司所设 光大控股配置组合 与投资管理中心董事总经理刘强告诉记者 光大香港创新中心 以培育优秀科创企业为核心 透过企业孵化器 创投基金 行业研究院及顶级专家顾问团等方式 全方位助力企业成长 这些落地在伏伐器里面的企业 都是香港本地的企业 这些企业中大部分都是香港 有比较好学历的年轻的一些科研人员 还有一些创业的一些团队 我们一方面可以通过给它免费的一些租用的场地 来支持企业去从小到大发展 另一方面我们也努力在利用一些生态 促进企业整个商业方面的一些成长 也希望能在这个过程中 通过一些投资的一些手段 来撬动这些企业去不断地成长 初创公司半导体解决方案供应商Simbury 便与入驻其中 主席杨美基博士曾在美国 欧洲国家 中国台湾等顶级半导体公司担任管理职位 五年前 他看准香港的创科前景 反港发展 在香港这几年里面 我看到在这个特区政府 对于在这个支持创科 这个是非常用力了很多 今年初的时候 我们其实团队 因为这个氛围不错 我们自己也都成立了我们的初创公司 我觉得香港很特别 因为有强大的这个国内的市场 永历朝头二十载 香港科技园自2002年启动建设 目前集聚了于千家创科企业 1.7万名创科人才 时至今日 香港科技园 已然成为香港科技创新的桥头堡 为香港的创新科技发展 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